我们现在就先来去看一下我们的程式码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刚刚我是用收集资料3来做 我先把收集资料3码 然后来点一下编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码的内容 至少我们先把注解先输入进去 所以先把工具选项把这个字放大一点 方便我们来去检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程式码是不是还蛮多的 但是这些程式码你就回想一下 刚刚我做了哪些在什么工作表底下做了什么 首先刚开始我是不是先做复制 好所以先是做复制 复制完毕 复制储存格之后 我是不是去做什么 去切换工作表到total2 然后接下来选390格 从现有现在作业中的储存格 去选一个范围 去选一个范围 390格 这就是相对位置的表述法 然后去做贴上嘛 所以这边应该写什么 这边我们就直接写 这边我们就直接写 这个日期栏 复制就是日期栏的内容 日期栏 然后我们做好这个日期栏 收集日期栏 这应该叫收集日期资料好了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在做一件事情 刚刚我贴上贴上完毕之后呢 我是不是要 这是往右移动一格的意思 你看在这个地方这是列 这是什么 蓝 蓝是直的 所以呢 01是不是代表直的往右移动一格 所以就变成 从A1这边往右移动一格 所以这边应该叫做 右移 一格 右移一格是这样写的 再接下来呢 切换工作表 到什么 到list 工作表 然后接下来去做什么事情 这就是在做超连结 用连结的方式 然后找到相对应的工作表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等于是在做什么 这个地方应该叫做 超连结 超连结 到 到指定 到指定 工作表 然后接下来到了指定工作表 进行什么 复制 复制在哪里 应该是这一个吗 我这边是不是要先 这边我要做什么事情 选择超连结 对不对 这就是开启超连结 所以超连结我这边我就不写了 那开启完超连结之后 它是不是到那张工作表 到那张工作表做什么事情 选范围 选到我指定我要复制的范围 所以这边是选复制范围 选好复制范围之后呢 去做什么事情 切换工作表 这边又是做切换工作表 到total2 然后到 这个地方直接去进行贴上 有复制一定会有贴上 所以这边复制完 这边贴上 贴上完毕之后呢 是不是到那个 下面一格 这边就开始 就是当我贴上完毕之后 这边只是安排说我应该到左边一格 然后接下来到最下面 再接下来这一行呢 到再下一列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三个我就不写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是不是 就是要再去做切换工作表到list 所以这样我是不是大致上把这个所谓的注解都打好了 打好注解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方便 等一下我要问你一件事 哪些地方需要去做修改 哪些地方是需要修改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一边打好这个注解 这样了解这个程式码怎么读解 不难 了解这个输入完注解之后 你了解了程式码 接下来因为懂了程式码 你就要去想哪些要改 哪些要改 因为真的要改的东西 就是例如说 我到每一张工作表好像复制的内容都差不多 都一样 可是我到哪几张工作表 那哪几张工作表 那就是要变动的 变动的我要改期 对不对 下一步 等一下我再教你如何改期 请你们先把注解打好 注解打好 再来 再来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把刚刚这个超连结 我们就先移除掉 然后游标落在这个D12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Total2这边 我把原本所有刚刚已经做好的内容 全部都删掉 因为我想重新再跑一次 因为真的有人把注解在打注解的时候 注解一定要打 打了注解之后 他程式就不能执行了 好 然后 这个100年要放回来A1 然后重来跑一次 开发人员聚集 这个收集资料站执行 是不是就做完了 这样子是不是很愉快 只是等一下我们再改写 100年如何换成100年 就好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